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店就是青山的天妇罗 他们家的是一家炸炸 但是他们家的炸蔬菜非常的有名 而且非常的好吃 我已经给他写过一篇文章关于他们店是如何如何好吃的 那么今天我们自己来吃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些文章里没有说的部分 他们家的主刀片可以炸成水片的感觉 老板跟我说过要炸很久 要炸很久超高温和麻烦 如果炸一下就炸不出这个感觉 再炸多一点就会糊的那个状态 火候要是比较高 青椒 青山的天妇罗 很软炸出来的感觉 就是超高 下个三年的时候 要不然你会变广 没有变广 也是对火候要是比较高 四季豆 四季豆怎么样 超级的火候 牛肉 火了姜的牛肉 吃一个 很嫩 它的每一个炸的跟它的碟子都有配的 真的是好吃不贵 这个多少钱 几块钱吧 6块钱 这个行也是几块钱 6块钱 我再吃一个 茄子 香菇香菇 香菇 爽滑 爽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说茄子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价位 店里人很多啊 我们来看看它的价位啊 因为当时啊是在店子里我不好边录边报价 我就把画面定下来 你们可以看一下蔬菜类的大概就是5块 土豆5块 黄瓜5块 茄子6块 花菜6块 然后藕袋也是5 6块 还有什么杆子树鸡千张 几乎都是豆制品5块钱一份 然后这个价格就非常的清明 因为青山这个地方嘛 宫心阶层是比较多的 所以它的价格一般都停留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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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 不是特别的贵 也就是说他们家呃吃下地 全部吃下地的感觉应该不会超过 不会超过这哦这个是茄子 不要抢了让我先试一下 他们家茄子出锅的感觉很好 茄子是最吃油的一种 但是它这样炸过之后的感觉 他们家的凉面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你第一次吃的时候 你会感觉跟呃亮亮啊巴黎啊 他们那里配的凉面不一样 他们那另外的一种凉面的感觉 会给人的感觉是很好吃很过瘾 呃味道很很符合 有很多种啊甜啊辣啊香啊怎么样 他们家凉面就是最原始的凉面 而且他们家凉面每天就买这么多 卖完了就没有了 呃我吃了之后我感觉 哎这个凉面不怎么好吃 但是你吃着吃着喝一点东西 你会觉得这个凉面哇塞 真的很棒 那么这个凉面到底怎么样 如果各位小伙伴们有空 可以自己去尝一尝 反正我个人觉得 是一种吃了有回甘的凉面 没有碎果啊 碎果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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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果有没有